另外呢 北北基联策只办了一年就宣告停办了 台北市议员跟家长团体呢 今天提出了强烈质疑 他们认为呢 当初花了四千五百万元 请师大新册中心开发题库 结果现在停办了 所以呢 这笔费用就应该要追讨回来 北北基联策宣告停办 但是当初北北基三个县市编列四千五百万元 请师大新册中心负责开发题库 新册中心之前又提出 北北基与全国基策命题版本只有5%的差异 家长团体认为应该要追讨这笔费用 他跟我们讲的是 我们都有针对你的 跟人家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送你这个钱是理所当然 但是跟教育部讲 跟社会大众讲说 完全没有差 完全没有差 那当然会让我们很质疑 我们这个钱是不是花得很冤枉 但师大新册中心指出 命题工作并不是今年才开始进行 前两年都已经开始研究题库 人事安排 北北基考试版本绝对是量身打造 跟全国基策题目还是有差异 不会一套两脉 教育局指出北北基联策虽然停办 但是开发出来的题库并不会废弃 版权还是属于北北基三线市 未来将作为练习题库与教学 而新册中心也强调 北北基版本命题有20% 参照在地特色的差异 但议员非常不满 认为新册中心之前说差异不大 现在又说有20%的差别 应该清楚向社会交代 不要浪费人民的水晶 记者欢迎陆陈超为台北